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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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这些肚子真的是非常之不舒服 我猜现在应该是要做完COVID test才可以进去看医生 刚刚还有问我1分到10分肚子有多痛 我跟他讲大概有7分 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痛是食物中毒啊 想搭便捞塞的痛 可是我觉得越来越不低筋 所以想说直接来咽血 刚刚给医生按了肚子 结果发现那个位置真的很像蓝尾炎的地方啦 肚子右边下面那部分 我现在其实感觉哦 我每次呼吸太用力哦 我肚子就会不舒服 从来没有有过这样的感觉 所以肚子一直隐隐作痛 刚刚就咽了血 然后现在等报告啊 所以这个蓝尾炎还会做咽血 跟一个是scan 所以等一下就看报告出来讲啊 看到我做伦理也没想到自己 有种朋友Emi拍摄过还是做伦理 那个时候我看就是Susan 结果没有想到我现在做伦理哦 等一下CT scan哦 它是把一个液体进我身体 然后就看我内脏有什么问题 因为主要是肚子里面痛 所以他们就这样check看肚子里面有什么问题 你有心痛吗Susan 这时候两个字要送给我 拿两个字 我明明COVID才好不久 现在就进了医院 看来今年过得蛮顺利的嘛 因为我刚刚就有讲哦 这个2000多块的CT scan哦 如果你check到没有事情 它就没办法cramp也要保险 如果有事情就可以cramp 但有事情代表我要开到 所以信心非常复杂 不知道要scan到还是不要scan到 我只想要快点好不好 我现在才发现哦 我原来CT scan在我个臂抱 我有去刚刚的话题 哇 都是 哇 打变前面是谁啊 哇 那个声音 刚刚整个CT scan大概用了 应该有15分钟吧 然后很长时间都是看出天空 在思考人生 刚刚我就在想嘛 如果真的check到有什么事情哦 这样子 我的人生也太短了吧 才26岁 哇 这个人要住院了 报告出来了 他讲 幸好我发现得早 这个算是蓝尾炎 比较早期的状况 他讲现在的状况就是 我最好先住院观察 那他也跟我讲 就算真的要害到把它切掉 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哦 对啊 反正 林北就是要住院 你今天可以拍住院的一晚vlog 等下Susan就准备要回家 帮我拿一些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 哇 挺好 有人帮我办一个入院手续 对 屁股翘哦 灯灯灯灯 我已经进来病房了 虽然我个部有床啊 但是它是一人病房 因为 这个房间满了 等过他才换去 一个人给我 然后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讲 刚刚医生就进来跟我咨咨 就是他讲 现在是7点 20分嘛 然后他讲 今晚我们会当手术 把那个盲肠 切掉 然后他讲是会开 不是这种切开 是开三个小洞吧 然后他讲也不会到很痛 因为我会麻醉这样子 没有想到医生给我这种大惊喜 我没有想到会动手术啊 所以切掉过我以后就可以 吃饱去运动的概念嘛 然后他跟我讲 现在每个病房都会有这种 就什么啊 把什么不好的气抽出去啊 Cream Air啊 反正就是因为Covid才有这个东西 我就奇怪哦 我以为我来到厨房 一个影射旅游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依然就是掉住点地哦 就进住一些药物 control我的肚子这样子 估计应该住一个三天两日哦 因为毕竟开到完 还要stay in night 给医生观察看看 什么问题嘛 现在就是在等医生来 带我移动手术 我会不懂几点啊 反正就是现在 可以休息可以休息哦 幸福来得太突然 现在就要换手术服哦 应该来讲哦 他们的emergency class 已经开到完了 所以现在就是 我准备可以进手术房开到 也太突然了 然后他讲手术是一个小时啊 基本上就是 会做全身嘛 这些我身边感觉 会睡死的 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做手术 好紧张好紧张 然后这个手术 后面是镁孔哦 然后全部都脱到完 你看 你的底裤都要脱 就穿一个纸内裤这样子 保佑啊保佑啊 像我平时 照耀多短 各位 手术 一定会成功的 各位我的手术 成功完整的结束了 然后刚刚就8点做手术 大概是 9点 20分我才起来啊 因为我也去看那个 时钟 那整个手术很神奇哦 因为我是算是人生第一次打麻醉嘛 然后打一下 就真的睡着 我现在感觉我身上 还是有一点点的麻醉药啦 因为也不能不这样的感觉 然后刚刚手术前医生有过讲一个东西 我吓到一下 但是我吓到过我就已经睡着了 因为他毕竟打麻醉了 他就讲其实 Covid positive过后的人 他们是建议 7个星期过后才做手术会比较安全 因为他们也不会犯什么事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是这个蓝尾炎 就是蛮长哦 所以手术也不能脱 就是把它割掉这样子哦 耶 手术成功 结束 这个东西也可以丢了 我现在这样压肚子还是蛮痛一下 因为刚刚我会这样压哦 蛮有感觉的 现在我只希望止痛药 药效果好够 我的肚子不会很痛 然后这些东西是 苏生从家里带乖给我的 耶我可以听歌戏教了 然后他就是苏生打包给我的汤饭嘛 我像是医院应该不会有这个东西 我感觉我人有点不得不得 我先休息一下各位 我看明天有精神 我才跟大家分享我整个 茫长颜蓝尾炎的故事 庆幸我还活着 现在是早上五点钟 各位我小便小不出来 够力哦 问我为什么 就是一用力哦 肚子就会痛 然后尿尿就不会出来 所以刚刚我按 他们就也是跟我故事讲 大家看看我们讲的 处理吧 人身体是小不出便哦 好可怕 所以刚刚就灌了很多水 让它有小便的便衣 然后护卸拿冰块放在我的膀胱上面 让它又这样痛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小得出来 故事讲如果等一下小不出来哦 就要插那个尿道管 然后我就问他很痛吗 还有痛 哇XX我这种 插住那个带我的XX头里面 应该是很很很 痛我已经想象到 希望大家小得出来 我们多15分钟 看看小不小得出来 冷却很过风 我现在就要去小便 哇 一直下床很痛我肚子 好像是看看粘住小的那种感觉 耶 各位 小得了 现在十点左右 起来吃个早餐啊 然后刚刚早上起来哦 我是第一次自己看到山口啦 哇 真的是像之前有些朋友开过道哦 就是帮长年的手数就是三个洞这样子 但是我有一个洞非常红的 等一下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吃包先 这个是鱼肉粥吧 然后就配一杯麦糯 蛮简单的早餐啊 我刚好去上厕所 所以就顺便让大家看我山口啊 它就是三个山口这样啊 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流血流出来 哇非常非常痛 睡觉起来又是吃晚餐的时间 今天是拿西德马跟果汁水果哦 不论大家还记得原本我要换房间的嘛 但是因为它讲我的Case的关系 因为可能我才COVID不好不久 所以就算我换了房间 也不可以有Visitor进来 那我就觉得 我就不用花这笔钱去换那个房间 结果就照真书 只可以把东西 拿在我房间啊 但是它冷静不来啊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一整天都在睡觉 因为它帮我 从这边注射那个子动药进去 只要会有那种昏睡昏睡的那个问题 所以一打进去我就很好睡了 需要再七点的起来 现在就先吃一下晚餐啦 原来苏珊准备了两个汤给我 都是药材汤 然后一堆的水果 哈啰 看到苏珊了 可怜苏珊很爱找我 我一个人过得很开心 我一个人过得很开心 我跟Michelle吃好吃的晚餐 我的周末就在医院度过了 哇我可以换你了 毕竟昨天的衣服穿好像久 她就拿衣服丢 之前她建议就会露出紫内裤了 哦 是我最爱喝的药材汤 让我们试看如何啦 哇 可以耶 我也好会耶 我难得食欲比较好 因为像这一餐以前 没什么食欲 重点是最好消失现在已经七点多 所以等下八点我会发影片 因为毕竟今天是星期六晚上八点 然后今天是发之前确诊的日常 然后过后就会发一个租医院日常 所以这个月的内容 应该怎么讲的 蛮凄惨一下的 但是我蛮庆幸 虽然我很辛苦 但至少我还有毅力去拍Vlog 每个人都问我 蛤 你去哪里拍Vlog 我觉得很辛苦啊 但是她是生活 我觉得拍起来蛮好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熬过那个辛苦的时间了 好 各位 什么巴基 现在是早上十点了 其实我这几天在医院睡觉 一直会醒来啊 因为很早睡啊 九点多睡 然后半夜三点起来 早上六点起来 然后七点起来 因为他们会送早餐啊 会帮我量血压 量心跳 量血氧 量体温那些睡 都会叫我起来啊 那趁今天算是书后的第二第三天 比较有精神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会来这边医院 所以我的状况是哦 我在17号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睡睡睡 然后睡到18号早上凌晨 我半夜的时候一直有起床 我觉得全身发热 然后肚子很不舒服 有东西在脚也会痛的感觉 但是我起初以为 那个肚子痛的感觉是有点像是 肚子饿没吃东西那种饿的感觉 所以我就没有理会 我就去睡哦 然后18号早上因为我去拍摄 所以我们就跟我的同事们在办公室先见面 然后我就去办公室那边找那个肚子痛的药 要来吃鲜 因为我起初以为我说肚子痛还是什么 事好过去我们就去三位附近拍摄咯 然后我就拍摄说 然后我发现我肚子的感觉好像也没有特别好 然后我称こちら空阶 吴庞做 然后我就去一家诊所 是印度医生 那个医生我很细心帮我íssire很多次 比如说我肚子哪里有风啊 肚子那里痛 它按了很多次 他发现我痛的地方都是肚子的右下方 所以右下方就是蓝尾盲肠的地方啦 他就给我讲他担心可能是蓝尾盐盲肠盐 他先开注药给我吃 然后他写一封信放出我那边 如果万一我真的还是不舒服很痛 他就叫我直接去医院拿住那种信 去医院那边给他们看样子 结果我记得我11点多看完医院医生 然后我就回去继续拍摄 到12点多我跟慧妮吃午餐的时候吃吃 但是我发现肚子还是依然很不舒服 毕竟我吃了还要够感觉一个好准多 药医生应该是来了 然后我就决定去医院看一下 然后后来就在我到附近的 上面医院医院就这边来查询 所以才会有前面一开始能够Blog这样子 然后现在状况是上面这边没有什么流血 所以很棒 然后也不懂今天可以不可以出院 因为医生一直没有接我 也没有跟我讲 接到就可以出院 就是主要是在医院这边很险 因为食物可能不合我胃口之外呢 我也不懂做什么 就是玩游戏啊 然后看看戏啊 也不懂可以做什么 但是就算我出院了也好 现在也不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肚子走路还是会有那个痛感 毕竟开刀过后嘛 可以啦 还有什么update我再跟你们讲 我先继续休息了 今天第三天啊 我才知道这一盒水果里兰是谁送的 原来是一位网友叫Shanie Choi Lee送过来了 我就奇怪 就是我想很久没有人送我水果啊 感谢你破费了 因为大家很熟这边所以知道我住哪一间 我家好强哦 刚刚就办好那个出院手续了 大概在一个小时多两个小时我就可以出院了 所以现在就换一个出院的衣服啊 东西好弄好多的东西哦 那我现在可以下床走走 这样子我觉得还算舒服啊 因为哦之前前两天下床都很辛苦 然后是不是很棒哦 带很多衣服啊 就穿这个裤子哦 然后再搭这个衬衫 然后因为头发很乱所以这个眼罩就当个装饰品哦 然后再搭配一个我的眼镜 对 大概这样子了 整个就是出院的look 太爽了 终于出院了 现在就开始收拾下我啊 带走东西 现在我就下来这个医院lobby等司服人来载我啦 医生就有开了一些药给我吃 就是开了一个星期的药啦 最主要是下个礼拜还要回来做护身这样子 然后呢 你们猜最后整个疗程多少钱 因为毕竟我那边住了三天两夜 然后动了一个手术 他就有很多张这样的值啦 所以我过总数的费用是25370.09分令吉 应该是大部分都可以claim保险的 但是有些费用还有打勾是比较没办法claim的啦 比如说什么啊 比如说一些注册的费用还是一些 还有就是medical disposer 不论什么毛啊 反正就是面罩啊 mask啊 什么头套啊 些那种是要寄给钱的 还有一些就是lazata那些也要寄给钱 反正最主要是我觉得庆幸啊 我也买保险啦 不然这个25千可能就要自己花钱 所以大家记得要买好自己的一些保险 事实无常啊 你都不懂什么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一些事情 像我现在这样 就是突然蓝尾炎盲蝉盲蝉盐 突然开刀 完全是我出乎要之外的 他没什么征兆他就突然来 然后现在好像很多就是蝗蝉盐啊 他们都是突然来了 就很多不认为他怎么吃饭后运动啊 才会导致的 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像我这样子就是突然有这样的问题 反正sofar我现在整个人就是比较舒服多一点啦 只是我在想啊 刚刚我从病床下来的时候蛮远下的 我拿那个东西 没有帮我拿很累一下 我还以为给了25000的费用 有没有可以帮我拿下来 OK啦 庆幸长游玩活着 还可以继续拍影片 应该是神败的多 然后我应该要还的债都还完了啦 各位 那像常乐培勇啊 Danny Susan啊 Michelle啊 你们还没有还完债哦 你们保重啦 我已经还完了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